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会加息 耶伦是重申耐心的措辞 表示只有当美国经济持续走强 劳动力市场继续改善的情况下 美联储才会做出加息的决定 联储主席的一番讲话也是推动了道指和纳指再创新高 周四美股市涨跌不一 1月份CPI指数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跌为负值 美元强势突破 而欧元则跌破了重要的支撑点位1.13 周五美股市低开低走 美国第四季度的GDP增速是下调至2.2% 主要是与贸易赤字的扩大有关 但是下调之后的经济增速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 今天也是2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2月份的涨幅是达到了7%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走势与去年完全相同 同样都是1月份下跌 2月份上涨 板块方面 走强的板块是消费者非必需品 消费者必需品 能源和电信板块 走弱的板块是金融 医药和原材料板块 美国第四季度的GDP是好于一期 但是该消息并没有推动美股市场走高 美联储的前主席格林斯潘表示 美国经济的增长并不强劲 美联储加息之时也就是危机到来的时候 他认为长期低利率意味着全球增速的疲软 今天油价上涨了3.3% 爆煤桶49.76美元 为去年6月份以来首次月度上涨 截至收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三大指数的具体收盘点位 道琼斯工艺平均指数下跌了81.72点 爆18132.70点 跌回0.45% 标准波罗拜指数下跌了6.24点 爆2104.50点 跌回0.3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4.36点 爆4963.53点 跌回0.49% 今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为8.47亿股 纳斯达克交易所的交易量为17.8亿股 交易量大于昨天的水平 各股方面 可穿戴相机GoPro交易代码为GPRO的股价是创下了自去年8月份以来的新低 奥本海默的分析师昨天在接受CNBC的采访当中表示并不看好GoPro 他给出的原因 一是GoPro并不是一家媒体公司而是硬件公司 投资人对于GoPro的YouTube视频网站的流量大增热情是不对的 二是GoPro在亚洲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相比之下小米防水手机的摄像头价格更加便宜 而且GoPro也是收到来自索尼松下等多家厂商的竞争 同时苹果公司在昨天宣布3月份将会举行可穿戴产品Apple Watch发布会的消息 也是造成GoPro股价走低的原因 今天GoPro的股价下跌了大约5.35% 报美股42.27美元 拥有必胜客肯德基的全球最大餐饮集团百胜餐饮交易代码为YUM 今年股价是上涨了大约3.29% 报美股82美元 股价是接近其历史的高位 主要是由于该公司逐渐度过了食品安全危机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概股方面的消息 小米首期的创始人雷军作为大股东的欢聚时代交易代码为YY 股价是连续多日的下跌 根据我们分析团队的资料显示 该股将会于下周四也就是3月5日的盘后公布业绩 预计每股的盈利是0.84美元 营收预测为1.82亿美元 YY的股价已经触及了去年5月份50美元附近的低点 一些分析人士是认为 近期人民币的贬值是YY股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天YY的股价下跌了大约5.02% 同样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影响 社交网站默默交易代码为MOMO的股价 今天下跌了大约9.23% 报美股11.36美元 500彩票网交易代码为WBAI的股价是刷新了历史的新低 今天下跌了大约5.35% 报美股9.56美元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新愿之夜交易代码为XIN 今天公布了去年第三季度的业绩 美股的盈利是0.34美元 营收为3.63亿美元 创下了公司季度营收的历史记录 今天股价上涨了大约22.71%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MING PA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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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OW YORK ygm組 官方网站3w.chinaefm.com 駁 gear 代码 CI IX 发心盘918w 流通盘380w